音樂的重點是什麼 認識比較好的音樂 所以我們可以說 因為其實 嘉莉不止他 還有 對 其實這個 其實我剛剛就有說 發生了這個生日爬 一直以來是我們跟歌迷 非常重要的一個聯繫 那其實 有非常多其他一起演出的 藝人朋友們 他們也都非常的認真 跟非常的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多聽聽不一樣的音樂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並沒有去做 過多的預設立場 我們也沒有要 有特別有什麼 過多的想法 對啊 一開始是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們 每年都會有這個小舞台 對 也沒有每年 其實約人重點是什麼 認識他們比較好約 對 像這次還有威美 還有演員 對 還有看展 那其實我們都覺得 其實他們的表演就是漏錯 那我們就去約看看 所以我們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做什麼預設立場 我們也真的沒有去設想一些太多的事情 那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 我們 zwischen音樂去出發來做 對拔他這樣來說 拔他這樣子的活動 一直以來都是 跟歌迷能夠見面 其實對我們跟歌迷能夠面けど 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如果這個整個風波 對有些人有造成困擾的話 那就實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其實我們並沒有去做 太多的預設立場 然後這個演出一直都是以 八三一號跟自己的歌迷為主 其實主要是在這些地方 八三一號在也很有邀請彩 其實我覺得這個什麼 感情的問題都是 他們自己個人的事情 大家還是可以保持自己的 交友的空間 像其實這幾天就有人來跟我說 其實我有去女生的什麼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你幹嘛來跟我報被尿 他好像會怕 因為他有跟女生接觸 所以我可能會討厭他 完全不會 就是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說不定某些人對你很好 然後可是他對某些人 怎麼講越講越奇怪 就是他可能對某些人很壞 可是他就是對某些人很好 所以那些某些人 當然可以跟他繼續交朋友 是沒問題的事情 所以不用來跟我報被說 好啦 那我有去看他不好意思 不用不用 關我屁事 不是關我屁事 就是不管我的事 大家都有自己的交友空間 我又不是往什麼 演藝簽糾察隊 你不准跟他在 你去看他是不是 好 三調 不是這種人讓他們無聊 對啊 八三一他們的生日趴 好像他們有找到什麼才子 像往路上掀起一些 热利的套路 真的嗎 對 我幹嘛問你 我不知道耶 道不通 不相為謀